来看看刀狼当年是如何被打压的 其实当年圈内很多人都批判过刀狼的音乐 汪峰就曾发文直指刀狼是音乐界的悲哀 就连大鹏这样非专业性的歌手也都曾犀利批判过刀狼的音乐 可见彼时的刀狼确实是危机四伏 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叫做从刀狼的音乐看中国全民音乐审美的倒退 因为我觉得那种音乐不应该流行 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很多港台地区的音乐大佬却是非常的欣赏他 尤其是谭永林不仅多次邀请刀狼为他写歌 甚至还多次邀请刀狼参加他的演唱会 而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更是给予了刀狼一番很高的评价 刀狼他最好的地方是他生来就是唱歌的词 其实无论是刀狼的嗓音还是他的音乐 有争论并非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多年来很多曾批判过他的人 却在近年来突然开始纷纷向他道歉 不禁的让人感到有些耐人寻味 我觉得刀狼不应该火 当然了这是我十年以前我的看法 直到现在可能大家都成熟了 我为什么要道歉 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火都有他的理由